看影片之前 记得订阅周天慧 Vanessa Child 和Robert Child 周庸的YouTube频道 按旁边的小钟仔 每次我们有新影片 你就会立即收到 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5月24日星期二 今天焦点有我周天慧 和我周庸 和大家分析时事 今天主要想说两件事 第一件事想说 其实下周六是6月4日 六四又来了 其实大家都知道 过往反对派都拉了 已经拉完了 这个六四活动 过往都被反对派 视为一些必须有搞作的日子 今年应该都会在一片冷清之下 应该都恶不出样 其实六四是一个筹款日子 其实主要是反对派 就是希望在那里囚期 就是来搞一些东西 那些东西就把那些人推出 然后大家在那里找水 好了 如果你没有了这次囚期 这件事 之后都不会有的 然后你也很难 可能很难做到 就是找钱 你怎么去囚钱呢 是吧 就是做政治 和做很多东西 是一样东西 无钱不幸 那就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我们也想说 有关于教师注册的事 因为最近有些事情发生了 有立法会议员提出 教师由终身制 应该改为定期续牌制度 主要想和大家说这两件事 不过我们说这两件事之前 我们也想交代一下 612基金案的最新发展 基金的五名信托人 包括陈日军 吳海怡 何韵思 许宝强 和何秀兰 以及基金秘书 施承威 被正式票控 没有申请社团注册 今早已经提堂了 案件如何发展 我们稍后再和大家更新 我们刚才也说过 就是六四 大家都知道 下周六就是六四的日子 六四今年应该是33周年 在支联会已经解散了的情况下 有媒体问 现在的反对派会有什么 结果 我昔日那些乙文乙母的政客 都投入行 没有了 我想完结了 其实大家 很现实地说一句 当年大家很多事情不清楚之下 以为情况是这样的 但是过了这么多年后 大家都看得清楚一点 如果六四是成功的 中国分裂了 那就是 接着不用玩了 我们已经没有了一个 就是强大的国家了 好在六四顶得住 那我们有了一个强大的国家 因为在英国搞 多数他说了会搞 对 说了会搞 你便搞 但是香港你不会搞的了 没得搞得出样 台湾都不是怎么搞的了 已经是吗 文协主席廖承利就说 他说文协今年不会以团体身份 去申请六四集会 他就说 当天已经约了两三个党友 聊天 说用自己的方式去记住历史 总体原则就是be water 讲真我一句 你想想 刚刚在上个月四月三十日 刚刚坐完监放监出来的社民 连前主席吴文远 他打定输数就说 就算申请也不会获批 死撑 总之他就死撑 总之大家会用自己的方法 人民不会忘记 说真的 我们看这两年 在2020年6月4日 反对派在未经批准下 强行闯入维苑 结果有多名人士 租控非法集结罪 很多人是判监的 我们说有什么人 黎智英判了13个月 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12个月 李卓人14个月 和蔡耀昌12个月 去到2021年6月4日 周幸彤当时在社交媒体 即网上表示 他说会用个人名义 在六四那天 搜32年来的约定 最终被警方拘捕 并控以煽惑他人参与非法集结 案件已经在今年的1月判刑了 他入狱15个月 你想想 连上他2020年那件事 总刑期是去到22个月 大家记住一件事 那是因为他参加一个 非法集结 这样的集会 你记住这件事 如果批准了就没事的 但不被批准就不要搞了 如果你认为我要做的 那你就想着洗干净 去进去坐了 所以你看到 现在每个人都出来说用自己方法 那你便用自己方法 自己做不好了 其实大家都预认了六四就搞不成了 在香港起码一定搞不成了 其实那些朋友都说明 就说在英国会搞的 他们说到将会在伦敦中国大使馆外 举办集会 说真的 你在英国搞什么都没问题 反正这是英国的事 如果有人要重演2019年美丽风景线 我们都无能为力可以阻止得到 但最重要的就是 反对派已经不可以在香港东山再起 你说要走什么国际线 麻烦你自己去做吧 很有趣 如果你在英国搞事 又扔两个汽油弹 不会扔 一扔你就拉 怎么会扔 你只是看罗冠聪 你有没有见过他在英国 都是假扮斯文的 你看他会不会这么蠢 去扔汽油弹 不是他怎么会在美国 那个Washington and Jefferson College 可以扔个荣誉博士学位给他 说真的扔一个就行 几百个不会扔给你 没那么天真 其实是六四港元 其实我们是六四港元 是 港元 刚才我们说第二个话题 我们想说教育 是 日前自由党会面后任特首李家超的时候 立法会议员张宇仁建议应该要改革教师注册制度 由原本的终身制改为定期 续领教师的注册 他的说法就是 因为你一做了教师 除非你被教育局钉你牌 基本上你一世的教师牌都在 我们回带 都说一下 其实在这几年黑暴的时候 其实有什么事情 有多少教师是被投诉的 在上个月12日的时候 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回复立法会的议员提问的时候 他说过去三年 一共接获了445宗有关教师 涉嫌违反专业操守的投诉 有344宗跟黑暴有关 六个人因为这样被取消教师的注册资格 当中有三个人是因为参与黑暴而被判断 只要看都是松手的 当然是松手 松手到均匀 但最近为什么大家又再 政治议题 为什么大家又再看出来 我想上个星期大家看到新闻 嚇到傻了 有个男教师 女校男教师 中一学生 男教师突然忍不住 就在同学 在买书的时候 就看成人 看AV片 成人影片 在不知道的情况下 不记得 就在她的电话 就在课室的投影机上 逼了中一女学生 看了五分钟的AV片 神经 事件发生后 她很快就辞职了 大家都不禁问 辞职就算了 都要订牌 我想问这个男教师 是不是可以去另外一间 因为你的名字 什么都没有出 你不知道他是谁 除非有人爆出来 但没有 他去另一间女校教 其实是没有记录的 他都不行了 别说了 其实你做教师 其实真的要自己想清楚 有很多人 读书的时候 读大学的时候 选读什么科 很多时候都是选 我读什么科 可能是找工作容易 只是看出路 想着有份工作 找找一份 一世做专业 就算了 但其实不是 大家要想清楚 你自己喜欢做那一行 是不是真的想做那一行 他的行为 不代表他不想做那一行 但这个人很有问题 根据教育局条例第47条 教育局常任秘书长 可以在如果觉得教员不称职下 或者教员作出任何行为 属于常任秘书长 认定足以构成专业上的 失当行为者 可以取消他的教员註册 如果教育局不定牌 那位男教师 基本上可以继续在男校旅校 不知哪里教 你说是没有很害怕 第一我们就想问教育局 请问这个男教师 会否被钉牌 他有一个程序 程序一定很久 我明白 我们和CY都是这样说的 为何学生和家长没有资情权 没有的 一直到现在 教育局都说要保护老师 你投诉得不知有多少单是受理的 就出劝语信 出 warning letter 就是这样的 其实这个也这么说 我想这个也不仅是局长的问题 是条条 我想教育局 本身那班AO的人 都是有一种互短的心态 会不会有特别改变呢 即是夏超哥 特首之下 这也是另一个需要改变的地方 香港教育这一座 散这些问题 我们真的期望第六届的特区政府 尤其是第六届的后任行政长官李家超 真的要很严峻地看一看 找个人去做 看一看教育局局长会是谁 是的 那我们今天说到这里 明天今日焦点 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拜拜 还有点赞 请不论 请不论